这是公寓一进来的这个Reception 就是柜台的地方 然后呢 我们现在 这是信箱 公寓的信箱区 我们现在准备坐电梯上楼去参观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间呢 他现在还没卖掉最小的是161平方米 更小的都已经卖掉了 所以现在是161平方米 然后呢,这栋大楼一共有34楼 所以你进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 先有一个 有一个小房间在这里 一进来左手边就是一个小房间 你可以看到他 这是他实际教屋的状况 那他已经有地板了 天花板也做了 然后呢 因为面积很大 所以算是一个还蛮长型的房子 然后这边的话是 有一个中庭的天井窗 然后呢 再来这里也有一些美术灯 然后右边的话 这里是厨房 厨房也有整套的这个厨柜了 所以是蛮方便 那可能要自己买瓦斯炉 跟这个 呃 臭油烟机 好 那洗手台 也有了 好 洗手台也有了 那这边是后阳台 后阳台出去的话 就可以看到整个社区 可以看到整个社区 他也可以 看到他外面的景色 所以那边是Veleza 另外一个社区 也是往富美新的一个 富美新跟宜俊的方向 这个房间 因为是160cm 所以是超大的 那我们再继续看 然后再来的话 这边就是有一个半套的厕所 是只有厕所没有淋浴 那厕所也是有全套的设备 好 像这个放毛巾的都已经有了 这边有一个门 我们来看看这里有什么 哦 这里有一个小的储物柜 可能就是照把这些东西 可以放在这个储物柜里面 好 再继续往前 这边有好几个房 那这个的话 它是套房 有一个卫浴 然后有淋浴 都已经有了 热水器没有 应该热水器要自己买 好 然后这里呢 冷气没有 所以有冷气孔 所以冷气要自己装 然后灯 灯已经有了 那进来的话 也是没有床 没有厨具 床跟厨具也要自己 自己用 然后进来这边 遗憾它也是还有一个不错的view 所以算是还蛮好的 那这边的公寓呢 很多都是屋主买下来 把它隔成很多间 然后把它出租 可能用一百美金两百美金的价格 去出租 所以其实是在现在这种 杜小月的时代 还蛮容易出租的 这一间是另一个套房 现在有全套的卫浴 而且还有一个对外窗 好 这边 有个对外窗 全套的卫浴 好 然后进来 这一间的话它是脚尖 所以它会有一个 脚尖的一个景色 算是蛮漂亮的 这边可以看到 外面有一个游泳池 然后 这边也可以看到 外面有一个游泳池 那边有一个游泳池 然后 这里也是 好 这里可以看文洞榜这条路 梁鹏这个路 往北直走 就到富美新 所以其实也是很方便 好 它这间的话 有四个厕所 四个卫浴 所以算是很大的一个房 那这间是另一间 也是整套的卫浴 哦 这一间卫浴更好 它是有这个 淋浴设备 有淋浴设备 然后也有一个洗手台 然后这边有这个吸气的设备 都已经好了 然后整个房间呢 是有灯也好了 所以其实的话 大概就是买买这个床具 然后买买衣橱 装一下冷气 这边的话 有另外一个小小的小露台 然后可以放冷气 所以这间应该是比较好的 就是有这个浴缸 可以泡澡 可以有四房 那因为价格便宜 所以还蛮多人来参观的 这间呢 它也是161平方米 然后一样是 它的号码是0.16 一样 跟刚刚那个一样 只是方向有点不同 进来的话 它是一个置物间 但是这个置物间 是有一个窗户 也可以当一个 一个雅房 然后再来的话 它是一个客厅 客厅的话 也有对外窗 这个对外窗呢 它是中庭的 中庭的窗 不是 不是面对阳台 它是 哎呦好高哦 好可怕 整个的一个 室内的一个窗 看一下 在这个客厅 好 然后再 往里面走 一样是一个 呃 置物间 这个是置物间 小的置物间 然后这里呢 它是一个 呃 厨房 也是有一样有全套的厨具 只是 呃 没有煮 煮东西的 没有电 电磁炉啊 啊 电炉啊 还有吸油烟机 好 再来是一个 呃 半套的厕所 半套的厕所 有对外的窗 可以看到 呃 对面的一个公寓 斜看 可以看合景 好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主卧室 好 是有浴缸的 好 然后对外的话 是可以看到 呃 对面的公寓啊 那还有 整个的合景 好 还有这个 呃 绿色的那个 呃 食物 这边的景就比较漂亮 好 我们来看的话 那边有另外一个绿岸 这也是蛮漂亮的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另外 呃 两间房 这个是另一间套房 这刚刚看过了 我们来看最后一间 最后一间套房 那 这间套房呢 它是一个脚尖 所以呃 窗户打开的话 其实是非常凉爽 非常凉爽 而且这间最漂亮 你看一个漂亮的盒 就直接在呃 这个卧室的外面 所以 其实把它 买来做装潢 买来做装潢 隔成很多间出租 应该是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要不然它这个 公寓的面积 算是蛮大的 比一般的住家来讲的话 它其实当初的设计呢 是三代同堂的设计 这个案子我刚刚问了银行 它是百分之可以贷款 百分之六十 然后它只卖给越南人 那第一年的利率是8.5% 8.5% 那第二年以后呢 开始它是浮动利率 就是基准利率加4%多 所以第二年开始的话 利率目前来算的话 大概是10%多 可以贷款20年 只是呢 那它是由BIDV贷款给买的人 但是你在买之前呢 你必须要先把资料给BIDV看看 能不能够贷 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贷 没办法符合条件的话 就不能够贷 那确认有符合贷款条件了以后呢 您就可以把这个 缴10%的定金 或者是说您不想要贷款的 您就缴10%的定金 然后在一个礼拜之内呢 要把微款缴起 因为这个主要是处理坏账 所以呢 它的这个缴款速度呢 是要蛮快的 那有关这个案子的红皮书呢 它这个是目前的开发商呢 他跟银行贷款 所以他把整个案子呢 就是说这栋大楼的红皮书呢 压在银行 那所以当你买的时候呢 你是没有办法 把这个红皮书分割 拿到这个红皮书的 必须要等到建商 他把所有的钱都还清了 银行才会把红皮书交还给建商 这个时候才能申请红皮书 所以他这个案子呢 在红皮书的部分呢 买的人呢 他是可以签买卖合同 也可以转让 但是呢 红皮书的话 并没有办法 就是说这么快拿到 现在来到的是A4这一栋 然后呢 他也有不同的公寓 房型要出租 那这边的这个 刚刚看到的那个大寺房 其实你如果租空屋出租350美金 应该会很好租 那我算了一下 以他这个这么便宜的价格 你租300多美金的话 刚刚那一间的话大概是 十几万美金嘛 算一算报酬率应该也有3%到5%之间 我们现在是到了16楼 一共有34楼 然后进出的时候 需要用这个电梯卡 那这边的话是 一平方米的管理费是 4700月盾 是由开发商的凯来自己管理的 那现在是到16楼看另外一种房型 那这间的话是16.10 然后是147平方米 这间进来很宽敞 跟刚刚那间不一样 这间他进来的话 一样他是基本焦屋 地板都有了 然后天花板也都做好了 很宽敞的一个 一个大的客厅 然后呢 这边是厨房 那一样 就是说已经有橱柜了 有橱柜了 有洗手台 那要自己买瓦斯炉 跟这个抽油烟机 然后这个是后阳台 后阳台这边看出去比较丑 所以是别人的 是另外一个地方 是另外一个墙壁 然后这边有一个厕所 厕所是半套的 没有邻居半套的厕所 再来的话 这里是一个储物间 储物间 一个储物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 房间 那这边的话是有一个房间 有个对外的窗户 但是窗户的景就没有刚刚那么漂亮 那这边是有一套全套的卫浴 有干湿奋梨的卫浴 那这个建案呢 它是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交屋了 我记得当初我在买房子的时候 我也有来看全新教屋的房 那这边的话是另外一个房 那它也是有对外窗 是看到隔壁的邻居 那冷气要自己买 那这里的话 它是一套卫浴设备 也是 这一间房 鞋看着的话 会有不错的view 可以看到何景跟西郡的城市景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另一间房 所以它是一个三房的房型 那这个房它一样是套房 看一下 这里的话有这个浴缸 还有一个干湿奋梨 所以这间浴室算是蛮大的 有浴缸有干湿奋梨 这个倒是还蛮少见的 我还第一次看到 有浴缸跟干湿奋梨同时的浴室 然后这间主卧室 应该是里面最漂亮的一间 那一样它有一个冷气的 大冷气的地方 然后它也是一只脚尖 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去 比较宽缓的浴室 这边的浴室也都可以看到 所以像这样的公寓也是一样 我是建议把它买来 隔间隔一隔 然后来做出租 可是如果是这间跟刚刚那间 比起来的话 因为这间的暗房比较多 所以反而我会觉得是 刚刚那一间呢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像这个客厅如果隔起来的话 都是暗的 没有对外窗 只有一个很小的后阳的对外窗 它的采光就比较没有那么好 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33楼 33.1楼 然后它是超大房 268平方米 来进来看一下 这个其实进来还蛮宽敞的 然后它有一个 在天井这边是用一个玻璃隔间 所以它的光呢 会透进来 我觉得这个是还不错 比刚刚那边还要好 至少它在里面的采光呢 就会比较好一些 那进来以后 一样这边是有一个厨房 那这边有一个公用的 这套是全套的卫衣 就是有厕所啦 然后有这个卫衣设备 干湿隔离的 然后呢厨房看出去的view 哇这个view超棒 这个view超棒 那厨房也是有厨具 然后再进来看看这里面 这里面的view 哇这个不错耶 这一间它的view很棒 它这里还有一个 可以做一个小露台 然后可以看到外面的一个景色 然后在这边呢 是一个套房 套房你可以看到 下午整个阳光也晒进来 所以这个如果是出租的话 大家应该也会蛮喜欢的 那这一个是有浴缸的 然后在这边的话是 有这间脚尖有三个窗户 每一个看出去的view 都非常棒 你看这里超美的 好啊这里也是 非常漂亮的浴缘 整个的合景 哇这间是 刚刚看的三间里面最漂亮 合景一览无名 那它的面积很大 我会建议是说 如果买来不是自住的话 就可以把它弄成投资 哦 我和尚还有快艇在 在那个行驶 你把它隔成很多间 然后分间出租 每间大概两三百美金 用这种方式出租的话 因为在胡志明市 要找到两三百美金的 这么好的品质呢 是很难找的 或是整间空房出租也可以 这间是另外一间的卧室 一样它是干湿分离 好有洗澡的地方 好 那进来以后呢 好也是一样是一个脚尖 双脚尖 这也很漂亮 很漂亮的一间 所以我觉得看起来 这间两百多米方米的 感觉上比较 比较会有一个卖点 好这是另外一间卧室 那一样是干湿分离的 所以它那间呢 有三个套房 一样是有一个不错的窗户 然后可以看到外面的景 蛮美丽的 好 那我们再继续来看其他的房间 好 嗯 因为它是两百多米方米 所以它有还有第四间套房 好 但是这一个厕所 哦一样哦 是有干湿分离的厕所 每天四间套房 也蛮漂亮的 也蛮漂亮的 这个以往他们设计呢 都是三代同堂 四代同堂的 结果没想到 后来呢 现在的新生活 很少留这么三代四代 这边还有一个雅房 应该也是放东西的 那这个雅房呢 也有一个天井的窗户 所以也不错 它的 这几间呢 我觉得采光都蛮好的 那这里可能是要让你 来放一些植物的 还是养鱼呢 这个设计有点奇怪 好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 进来的地方 进来的地方呢 这边还有一间房 进来的地方还有一间房 让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话是一个雅房 对 一个雅房 有窗户 然后呢 这里的话是一个 是一个储存室 有一个小的储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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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呢 是另外一个 房间 另外一个房间 没有厕所 厕所就是用外面供用的那一个厕所 对 所以这边的话是很好玩的设计 设计了好多个房间 但是有的有 有的有厕所 有的是套房 有的不是套房 但是比较 我们刚刚看的几间 比较起来的话 这间应该是 比较好一点 在整个采光啊 各方面 我觉得会 比较好一些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间 也是面积比较大的 31.01 好 这个地方 好 这个跟刚刚那个很像 所以我们进来 一样 就是说有一个大的客厅 然后有一个 然后有一个 阳房 也许是置物空间 也许是用人房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比较小的置物空间 进来 很小的 就这么大的 因为很小的置物空间 这个地方呢 它是没有门的 就是我们从外面进来 没有门 然后呢 也是直接 就是直接一个房 也许可以做书房吧 但是有点暗 那进来的话 这个是客厅 这边一样 它是用玻璃的 这样是用玻璃的 那这一间 这一间的话 跟刚刚那间其实很像 只是它比较特别 我介绍它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里呢 它有一个阳台 它有一个露台 这个露台超大的 非常大 刚才老板就订了 这一个的话是4.5个billion 就是跟刚刚那个一样的 它有一个超大的露台 然后可以看外面的景色 所以整个设计是一样的 但是就是插在这个露台 这个的话有四间卧室 我是觉得这个四间卧室呢 因为它每一间都有 都有view 所以一间把它整理一下 用200美金出租 其实应该会很好租 那刚刚其他的房 可能你如果空屋出租的话 大概也才300美金而已 整间300多美金 那你光这四间 每一间200美金 大概就可以收到800美金 所以我觉得 以投资这间来讲的话 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投资 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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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